中国北方雾霾天气严重 影响到国际铁矿石价格暴跌 导致澳洲的矿液股出现大波回调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GoMarkets 每日财经典评中的热门板块部分 在今天的热门话题中 我们早上来说一下的就是 在最近连续出现回调的铁矿石背后的原因 那么大家在过去几天呢 应该是朋友圈不断的是被刷屏 就是来自于 这个北京这个雾霾天气 很多人说呢 咱们现在呢不用去火星探险了 因为现在北京就是在火星上 这个伸手浮现无止 能见度呢仅仅只有10米以内 那其实呢 中国北方天气在过去的两周开始 应该说两三周之前 已经在不断的这个严重 不论是污染指数也好 还是它的空气可见度 在过去几周都大幅下降 那么事实上呢 在几年前我们应该知道呢 当时啊 经常会有雾霾天 当时呢 全国最流行的一个就是 PM2.5值 那么由于去年特殊的疫情原因的话呢 大部分的重工业和人员密集型企业 它没有办法开工 所以在去年一整年 全国的天气或者说是这个环境指数 还是比较好 但是由于今年呢 基本上国内疫情已经控制住 因此大面积的钢铁企业开始重新开工 并且呢 要把去年的亏损都给转回来 所以呢 使加班加点几乎是24小时连轴转了 这也使得呢 加上一旦有北方的这个大风天气 就容易把污染呢集中在华北地区 扩散不开 也就是我们在昨天或者是前几天呢 微信朋友圈中看到 北京出现的严重的雾霾天气 那么其实呢 中央已经派了调查组 去了河北省 特别是唐山市多家钢铁企业 之后呢 也发现了多家钢铁企业 违反环境环保规定 这个是违规生产 之后呢 会让他们呢 是停业整顿 或者呢 是减产达标 那毫无疑问的是呢 由于环境上的压力 将使得很多的钢铁企业 不得不选择 这个用不到百分之百的满负荷生产 这也使得对短期之内 对于铁矿石的需求 开始大幅下降 因为它用不了生产这么多的钢铁 使得呢 对于原材料的需求就没有像之前这么多 所以我们看到国际铁矿石价格在二月中开始呢 是缓慢的下跌 之后到二月底开始快速下跌 这样的下跌也使得澳洲的主要矿业股像利托 币和币托和FMG等股票的价格是大幅会高 最少的下跌8% 最多的下跌接近于17% 那么这么大的回调背后呢 也是来自于中国对于钢铁企业和环境污染的严格控制 但是我要说的是呢 我们知道现在依然是疫情还没有完全结束 虽然说国内相对于疫情比较稳定 但是呢由于疫苗还没有普及 因此呢随时有可能会有零星的案例出现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的话呢 我们说啊就相当于打个比方 现在是吃得饱还是吃得好的问题 如果人现在呢连基本的工作都没有 连基本的收入也没有的话 那这个时候如果过度的提倡环保 那事实上肯定会是适得其反 所以在目前的特殊时期 我个人认为呢环保的这个抓的幅度 很有可能必须要考虑到 基本的人们的生计问题 也就是钢铁企业可以停可以慢 但是职位不能减 所以说一旦涉及到这个岗位 或者说可能危机到裁员的话呢 在疫情还没有完全结束之前 我个人认为它还是占据着 比环保更加重要的问题 毕竟只有让人吃了饱之后 才能呢这个提环保 那再来说一下美国方面 我们知道呢美股啊 在过去疫情的这一年时间里面呢 重工业就像刚才说到的什么钢铁啊 制造啊飞机啊汽车 这一类的股票大幅下跌 但是相反的是呢科技股 比如说像脸书 苹果微软zoom或者说是特斯拉等等科技型企业的股价呢 却解解上涨 它的例子就出现在道琼斯指数下跌 但是纳斯达克指数疯狂上涨 但是在过去的几个星期我们看到呢 纳斯达克指数开始延续上涨 说错是道琼斯的工业指数开始了反转 但是呢科技指数却从高点连续下跌 这背后的原因其实也是和疫情有关 我们知道在疫情特别严重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大面积的人员密集型企业和服务行业是不可能开工的 即便开了工它也不可能全复和运作 因此亏损会比较大 这个时候呢大家都喜欢是远程办公的或者是科技型企业 IT的等等等等 但是随着现在美国疫情的逐步好转 欧洲方面的逐步好转 我们看到呢像波音公司 像通用汽车等等人员密集型的大型制造企业 现在呢随着疫情好转开始重新复苏 另外就像澳大利亚一样 政府之后会重点把钱投在呢基础设施建设 和一些能够短时间创造大量就业岗位的项目上 那么这些项目呢也是我们说到的是工业指数和制造业密集的地方 而并非是科技业的强项 当然了毫无疑问 科技代表着人类未来的发展情况 但是由于在过去的八九个月 科技指数上或者科技股价上涨太多 因此这一次毫无疑问在疫情好转之后 科技股的上涨对比工业和我们说的制造业相比的话呢 它势必就会慢一些 但是我个人认为毫无疑问的是呢 经过一两轮回调之后 科技指数依然是从中长期来看 值得我们考虑的投资选择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话题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